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战争与女性 伊利亚特中的女性这一讲 大家知道和马史诗分作两部 一部叫做伊利亚特 另一部叫做奥德赛 那么他们相传是公元前九到八世纪 形成于希腊的口传史诗 文学史说和伊利亚特 和马史诗是欧洲叙事诗的典范之作 今天我们来关注伊利亚特当中的女性 大家知道伊利亚特是写什么内容的吗 当然是关于特洛伊战争的 所以这是一部战争史诗 女性通常只处在这个战争场景核心的舞台边缘 他们是一群边缘人物 用赫克托尔的话来说 打仗的是男人馆 那这是一出男人戏 和马呢却巧妙的让女性成了这场战争的关键 离开了他们 这出男人戏不会那么精彩 甚至唱不下去 大者说 大家知道海伦被帕里斯诱拐 是这场十年战争的直接的导火索 小者说 大家知道伊利亚特一开篇的直接冲突 就是阿基留斯与阿加门农 为了争夺一位女服 引起联军的内讧 所以啊 女人尽管被边缘化 却在大大小小的冲突当中 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总体上来看 伊利亚特中的女性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呢 是阿开奥斯人的荣誉礼物 那些女服啊 她们都是荣誉礼物 第二类呢 是特勒伊的妇女 她们是战争中的妻子和母亲 她们有正式的身份 有名分 但是这些妻子和母亲 我们说 她们是战争苦难的直接承受者 她们在诗中的声音 是人间最为七处的悲速 第三个 你很熟悉 就是著名的海伦 好的 那下面我们就一一来讲一下 这三种女性 第一类是荣誉礼物 我们首先要讲的第一点就是 荣誉礼物不是爱情的对象 而是可以被替换的床扮 大家知道伊利亚特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开篇 涌唱阿基流斯的愤怒 愤怒的起因呢 是为了一个女人 但是阿基流斯和阿加门农争夺的是女人的爱情吗 不是 她们争夺的是属于勇士的战礼 所以她们被称作叫做荣誉礼物 是price 阿基流斯曾经斥责阿加门农说 你竟然威胁我 要抢走我的荣誉礼物 但是我们说 阿基流斯是真的对布里塞伊斯有爱情吗 好像在史诗里面 有时候她还把她看成妻子 但是阿基流斯对于布里塞伊斯不是单纯出于爱情 或者爱上她 因为当布里塞伊斯被带走以后 阿基流斯马上有了另外的床扮 所以我们说 荣誉礼物不是爱情的对象 是可以被替换的床扮 不是英雄不爱美人哦 是爱情在伊利亚特战场上的分量 远远抵不上英雄们追求的其他东西 譬如说 荣誉 所以布里塞伊斯 克里塞伊斯 都是男人们的荣誉礼物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 荣誉礼物是战争中的女佛 她们是主人的财产 布里塞伊斯是谁呢 她是被阿基流斯攻破了 鲁尔涅索斯城 杀死了丈夫 抢来的女佛 那在伊利亚特里 有不少这样的女佛 或者是女奴 有的有名字 有的没名字 大家要知道 特路易战争已经达到第十个年头了 对吗 那这些女佛都是主人的财产 如果她的样子很出众 有可能会幸运的成为男主人的合法妻子 或者是小庆 布里塞伊斯就很有可能成为阿基流斯的合法妻子 克里塞伊斯也曾被阿加门农 宠幸 但是普通的长得不怎么好看的女人呢 她们就是主人的奴隶财产 在史诗里面甚至给出了价格 比方说在第二十三卷里面就说 一名女子值四头牛 这就是当时一个女佛的价格 所以她们是可以被计算的礼物 在这个男性主宰的世界里 荣誉礼物只是物 不被当做人 所以她们也很少 以具体女人的方式在诗中出现 第四小点我想讲 荣誉礼物在史诗的情节结构方面 却是发挥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她们是男人争夺的棋子 她们在男人的利益荣誉争夺战中 是重要的筹码 但是就并不能改变 她们非人的角色和地位 河马让我们沉思这样一个问题 女佛这一类的女性 对男性的英雄世界 好像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但她们的意义何在呢 只是作为一份财产 一种荣誉的象征 所以当男人表面上冲冠一怒为红颜 话是这样说 但实质里面并非是因为她们 是女人 是值得尊敬和恋爱的女人 并不是因为这样的 那么作为一个小节 我们可以说 荣誉礼物作为女佛 她们就是完善男性价值世界的筹码和奖赏 所以女性并不占据这个男性英雄世界的核心 恰恰相反 在为女人而战的幌子底下 这个英雄世界的法则是由男人设定的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在另外一边 特洛伊的妇女 她们是战争中的妻子和母亲 我们呢重点来看赫克托尔的妻子 安德罗马克 安德罗马克和赫克托尔 你去看伊利亚特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们是史诗当中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国破家王厄运临头的前夕 她们仍然是深情前权 心心向西 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 越过伊利亚特往后看 就会发现 特洛伊城破以后 安德罗马克变成了什么 她沦为了荣誉礼物 那安德罗马克是谁呢 安德罗马克是赫克托尔的妻子 那么在荷马史诗描写的战中里面 如果你的丈夫被杀 如果你的城邦被破 那你就很可能被夫为奴 那么安德罗马克 她是一个装脸丰厚的妻子 在她嫁给赫克托尔之前 她在史诗里面曾经被描写 家中的父兄全部死于战争 所以她是知道战争是如何 给女人带来痛苦的 因而在特洛伊战争当中 她比所有其他的女人 更早陷入疯狂 那么这就是在第六卷 当安德罗马克知道特洛伊人 不敌阿卡奥斯人时 她不顾自己的身份和体面 急急忙忙爬上高高的城墙 史诗里说她活像个疯子 她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她知道 一旦城池被破 她的命运会是什么 所以安德罗马克去找到了赫克托尔 夫妻两个人在城门相会 相会的时刻 安德罗马克讲什么呢 她对赫克托尔再次讲述了自己家族的故事 她这段话讲得非常的智慧 因为她讲故事的重点 不再讲战争如何的激烈 而在讲那场战争破坏了她的家庭 她表达了一个女人的战争观 战争毁灭家庭 所以在她讲的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听不到男人讲故事的时候热衷的那些细节 什么地点啊 武器啊 攻击啊 她没有出出这些 她只突出阿基流斯的破坏 以及她最终一无所有 因为她的父亲兄弟都在那场战争中死去了 那现在她只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就是她的丈夫 所以她发出了这样的恳求 可是面对妻子的哀求 赫克托尔以英雄的勇敢拒绝了 因为她不能在家乡父老面前做胆小鬼 这不是英雄所谓 所以她很明白 她的城邦 她的家庭 都在这场战争当中要毁灭 她甚至预见性地告诉妻子 她会流着泪 被那些披童甲的希腊人掳走 当奴隶 失去自由 但是她只能这么安慰自己的苦命的妻子说 人各有命 命运女神的 安排是注定的 那这场城门相会 既突出了 赫克托尔作为英雄的 英雄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但是在这个主题下面浮现的 是河马对战争和家庭 以及男女两性关系的思考 这个婚姻 这对夫妻 可以说是在整个伊利亚特里面最为理想的 婚姻和夫妻关系了 但是在战争的动荡当中 这样理想的婚姻和家庭 随时会崩溃 男人被杀 女人被掳走 因而 城门相会 就是这一对夫妻的诀别 作为妻子和母亲 安德罗马克在战争中一无所获 他既不可以有显现自己女英雄品质的场所 又失去了弥族珍贵的家庭生活 战争带给他的是无尽的苦难 是由眼泪 悲好 屈辱和死亡 构成的爱歌 如果说妻子和母亲的苦难 恰恰是赫克托尔必须去承担的责任带来的 那么他的男性英雄形象里面 就始终掺杂着柔弱妻子的苦涩眼泪 以及他的老母亲丧子的悲痛 第三部分我们来看看著名的海伦 海伦的名号大家都知道 希腊第一美人 女人中的女神 她的美 今世骇俗 她的美 倾国倾城 但是你们知道海伦怎么叫自己吗 海伦在伊利亚特和奥德塞里面 都称自己是无耻人 这恰恰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批判了美 尤其是从男性的眼光来审视美带来的祸患 海伦教的这个无耻人 希腊语叫Q 对应英文就是beach 实际上他就承认自己是要对这场战争负责 但实际上海伦究竟是不是应该为这场战争负责 史诗里面给了我们两种解释 一个是海伦的一个解释 但是海伦的解释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在那个男性社会给他的这样的一种解释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在史诗里面 由宅心仁后的特洛伊老王普利亚玛斯说的 他认为是神明引起了这场战争 那么学者们通常用双重动机来解释 海伦在伊利亚特里面令人费解的处境 那么一方面是神圣的控制 神明可以掌握战争的进程 另外一方面是人类的作为 而海伦就被放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处境 那么读者你要做自己的选择 特洛伊战争的责任是归于神明还是归于一个女人 归于神明是古希腊人的一种见解 不是要去推诿责任 而是认识到已经发生的一切事情 包括战争是人该得到的一个份额 而美丽如海伦就像英雄追求的荣耀一样 值得去追求 可是你要付出眼泪和毁灭的代价 这就是对海伦是否是战争的祸水 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理解 海伦也可以看成是一份特殊的财产 他先后作为几个男人的妻子 他作为妻子也亲眼目睹 亲身感受了战争的苦难 所以他多次表示 他宁愿一生下来就死去 所以我们说海伦既是布里塞伊斯那个女夫 又是安德洛马克那个妻子 他既是战争的原因又承受了战争的结果 他非常复杂 最后我们的结语是 伊利亚特当中的女性是战争中的女性 是濒临城下家国即将亲父之下的女性 她们不是通常的家庭女性 不管是阿开奥斯人阵营中的女夫 还是特勒伊战争当中的妇女 女性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成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她们承载了战争之苦 但是战争的荣耀从来不会照在她们身上 那这些女性使得河马的伊利亚特有了一个特定的女性视野 通过不同的女性角色的眼睛 比如女夫 妻子 母亲 半神的女子 女先知 等等 去看待这场战争 给女人 孩子 带来的后果 如何去理解海伦 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 海伦作为一个特殊身份的女子 宙斯的女儿 她在两部史诗里面却不断的自责自咎 不断的从本来她可以豁免罪责的神界天外 拉回到不能免责的伦常人世 河马对海伦的评价在双重视角之间犹疑不定 既肯定了她 又批判了她 这就是当时的男性社会对美貌而又危险的女性的看法 这种对女性模棱两可 举亲不定的看法 导奥德赛将会成为更加明显 更加复杂的女性观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关于伊利亚特的女性的话题就聊到这儿 下一次课我们来看看奥德赛中的女性